女孩和母亲准备进行整形手术 可男友阿伟对医院不放心 于是他打算出去转转 这时 他听到身后的病房里 发出奇怪的声音 他上前打开门 只见房间里躺着一个女人 正在拼命地挣扎 脸上还戴着一个口罩 阿伟十分地好奇 他上前摘下女人的口罩 突然 医院保安也听到声音 赶到病房后 只见女人争鸣的样貌 两人吓得连忙逃窜 阿伟接着赶到阿珍的手术室 想要阻止手术的进行 但手术即将开始 医生只能劝退阿伟 几人陷入了争吵 突然 医生的麻醉针不小心扎到了阿伟手上 阿伟直接失去了意识 而丧尸女人挣脱束缚 爬出了病房 很快 阿伟醒了过来 他急忙去找阿珍 向他解释丧尸的情况 阿珍也觉得离谱 他们来到大厅后 看到医院里的人 成群结队地准备离开医院 而电梯也在这时出了问题 那些人只能来到安全通道里 这时 两个男人惊恐地从另一头的门跑回来 身后也追着一群丧尸 他们开始慌了 正要下楼 却看到楼下也有丧尸在啃食人类 而阿伟和阿珍并不知道 医院早已沦为了丧尸之地 他们四处寻找母亲的病房 路过一间病房时 正好碰到了丧尸 见状他们直接开溜 丧尸也步步紧逼 阿伟拿起铁架子反抗 却不料在抬手时碰到了电线 强大的电流直接把阿伟电晕了 脑袋砸到了地上 阿珍以为阿伟死了 只能抛弃阿伟自己跑路 医生正在给女人做抽脂手术 就在这时 阿珍跑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一只丧尸 医生吓了一跳 不知情的医生也被丧尸啃了一口 阿珍被吓到了 还不小心碰到了抽脂机的开关 反而把手术台上的女人 吹成了胖子 随后 阿珍继续寻找母亲的下落 她在隔壁病房找到了母亲 但母亲却怎么都叫不醒 她只好换下了病夫 推着母亲的担架离开 可没跑多远 又碰到一只半截身体的丧尸 她吓得四处乱撞 病床也撞到了大门 母亲也在滚落时醒了过来 还被丧尸咬了一口 千军一发之际 医院保安伸出了圆手 保安带着两人去避难 而阿伟这边也醒了 迷糊中她走到了标本室 她看向一罐怪物标本 看入迷失 怪物突然睁开眼 阿伟吓得摔了一跤 还弄碎了一罐标本 只见怪物慢慢爬向她 阿伟起身直接开溜 慌忙中跑到了院长办公室 却发现正在销毁文件的院长和女助理 阿伟也不管那么多 带着他们一起寻找阿真的下午 很快他们也碰面了 院长看向阿真母亲的脸 已经开始慢慢变异 为了不造成麻烦 她提议原地送走阿真母亲 阿真拦在身前却被一把推开 院长正要下手时 却被喷了一点血 这下好了 院长也是即将感染的人 她只能带着众人研究解药 院长也解释了丧尸爆发的原因 就是她私自研究抗衰老的药物时 不小心发生了病变 阿伟先前发现的那个丧尸女人 就是她的实验对象 院长也把解药做好了 但却没有任何效果 还让阿真母亲的变异过程枷锁了 此时 院长也开始口吐鲜血 女助理也察觉出了异样 下一秒 直接一斧子把院长送走了 众人随后才反应过来 阿真母亲也变异成了丧尸 阿真看着变成丧尸的母亲 久久不能平静 但眼前人已不是人 她只能狠下心让母亲归系 随后 女助理带着一行人 来到医院天台 他们走过一块斩木板来到对面楼 其中一人却恐高摔了下去 仅剩的四人来到大楼的垃圾管道前 阿伟和阿真爬了下去 保安这时突然开口对女助理说 她知道抗摔老药物的主使就是女助理 保安是想要一笔封口费 女助理无奈只能暂时答应 几人来到一楼 正好听到有人在求救 他们上前二话不说就干掉了丧尸 并就吓了小女孩 而女助理此时走到了一间房里 她推着病床上的丧尸放在了门口 接着叫保安过来私聊 保安走到了门口 刚按下开关 直接被丧尸啃掉了半个肾 原来是女助理的阴谋 她为了不让秘密暴露选择灭口 保安见状直接翻脸 送走女助理后 她连忙包扎被咬伤的地方 阿伟他们赶到时 保安解释女助理被丧尸咬了 才无奈送走她 几人也没发现保安被咬 于是继续寻找出路 很快 他们就来到通往地面的小门 可门外早已被警察包围 被救的小女孩开心地跑向警察 结果却被警察荡成丧尸当场送走 警察也开始向楼内丢烟雾弹 剩下的三人只能跑到下水道里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井盖 阿珍把手伸出井盖外面 却被井盖上面的警察发现 于是安排了小车压了过去 阿珍疼地发出了惨叫 于是几人只能另寻出路 他们看到一个新出口 但是楼梯太高 只能先抬着阿珍爬上去 终于 阿珍安全地爬了上来 接着阿伟也把保安送了上去 可就在阿伟拿着丧尸长子扔给保安时 保安并不打算拉他上来 还把井盖扣了回去 并和阿珍说阿伟被咬伤了 果断放弃他吧 阿珍也被说服了 接着两人上了阿珍的车 离开了现场 可没开多远 阿珍也发现了保安的伤口 保安也摊牌了 色胆包天的他将弦猪手伸向阿珍 好在阿珍摸到了一把螺丝刀 一击将他反杀 保安也变成了丧尸 被阿珍一车撞成两劫 接着踩着油门继续逃命 另一边的阿伟在丧尸围攻下 点燃了下水道的沼气 他逃离了丧尸的追杀 晃晃悠悠地走到了马路边 而阿珍双目无神地开着车 见到面前的阿伟以为是丧尸 果断踩下油门冲了上去 直到他看清阿伟的脸 早以为是已晚 而阿珍也逃不过死亡的将领 刹车失灵直接撞到了树上 当场隐恨西北 影片也到了结尾 原本只是整个行 没想到一家子权搭进去 我是夜球 下期见